刚刚偷偷问一下旭兰 大家有所期待 那房价应该要涨 就涨了没啊 其实绝大部分的卖家 都其实预期降的一个心态 更何况经历了这么久的交通黑暗期 很多生意或者是房价 都停滞在某种程度 所以卖家有把价格拉高一点 确实有拉高 但是买家还在犹豫 在等什么呢 等今年整体的一个房市的政策 更加明确 再加上再过两个礼拜 我们的选举落幕之后 更可以明确的决定说 到底要怎么买会比较划算 所以旭兰麻烦他上来一下 不好意思因为他大拨抖 可是现在呢 因为要讲那个房地产 我还是要麻烦他帮忙画一画 松山捷运县 沿线商圈刚旭兰讲过了 那房地产就从西门开始走起了 对 其实你知道松山县 从万华横跨了万华 中正中山跟松山县 这几个区域呢 当然他的房价呢 本来就有差别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门站 大家知道西门町 其实小宅很多 但是万华西门町这一区块 他问题就在于 他其实新旧社区多价差大 那如果我们单纯讲 这西门站呢 在去年的时候 他的价格是55.2万 那今年呢 是来到58万 小涨了5.6% 请问一下这都是一平对不对 对 单平的一个价格 那这个是抓这个捷运站周边 250公尺的一个数量 对 因为我就在想说 应该是要靠近一点 对 靠近一点 它的效益是最明显的 那再来如果我们看到北门站 其实这两个站呢 它能吃到的这样的一个 通车后的效益是有限的 毕竟呢 它北门站的这边呢 本来就是比较旧的一个住宅环境 所以呢 它这边的涨幅也只有到1.9% 所以大家就是说 通车之后应该涨很多啊 在这几个站呢 它可能看到的一个效果是还好 不过呢 可以看到中山站 中山站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双捷运交汇 我们再回到那个捷运的那张图 中山站 对 在这 中山站呢 就是我们刚刚讲说 淡水线本来就经过 再加上松山线 其实呢 双捷运交汇 刚刚有提到 中山本来就是一个成熟的商圈 那周边呢 如果上班人潮要去转乘捷运的时候 要不要在这边停 要 要不要在这边吃一下 要不要在这边买东西 这边所以就很方便 所以它周边的住宅行情呢 也不弱 你可以看到 从62.5升到66.9 涨了7%之多 这也多耶 对 那再来呢 因为它当然是这边 目前看到这四个站当中 涨最多的 其次是我们的松江南京站 因为松江南京站已经从二段三段这边 从二段到四段五段呢 其实这一段的这个南京东路的住宅行情 都已经占上7字头了 那如果是松江南京站这边的话 是74.4 那现在呢 是有平均78.7 快要站上8字头了 8字头 快80万了 对 也是涨了5.8% 哇 OK 我们再往下走 刚刚你看 中山这个 都有那个双捷运交叉 再来南京复兴呢 讲南京复兴的部分呢 大家就知道说它跟木榨县 对 是相通的吧 就是交叉交汇点 所以呢 在这边其实一直以来 兄弟饭店这周边的商机 还有办公的机能都很强 非常多的一个办公人潮 都聚集在这里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 它站稳了8字头 81.6% 在去年的行情价格 今年呢 站上了90.2%的均价 不 这才是均价 这是均价哦 所以其实从南京复兴的 往东跟往西 这一段的这个住宅行情 甚至店面行情跟办公室行情呢 都是整段最高的 也是最漂亮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看到一旦通车之后 它的涨幅呢 就有到了一成了 那在小巨蛋的部分呢 大家知道小巨蛋 艺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表演场所嘛 所以呢 其实在这周边呢 也非常多的知名的住宅哦 那其实在这边去年呢 就有75万3 这样的价格 今年暴涨 每瓶89万 89万 对 小巨蛋哦 每逢演唱啦 表演啦 必塞车 塞到你捷运要排一个多钟头 才上得了车 还应急的 对 没错 除了小巨蛋之外 这边还有百货公司啊 南京微风 从某某转手给微风之后呢 其实它还有新貌 还有一个原因呢 为什么这边的住宅这么高呢 因为它是敦化国小 敦化国中的学区 学区啦 对 其实现在大家都非常注重教育 所以学区概念的这个相关的住宅呢 它在今年呢 也非常长得漂亮 所以再加上 今年的松山县通车之后呢 它长到了 有百分之十八点二 是目前看到 也是整条线呢 这几个站当中 涨幅最高最漂亮 松山县涨幅最大 是小巨蛋那一站 快要两成 再来 我们再看刚刚那张图 走到了 南京三明就没有交汇了 还有松山 这是五文包压终点站咯 南京三明站这边呢 我想大家都很知名 很耳熟能详的呢 有一个大家中秋节 一定会排队的一个美食 有没有 就是我们的那个凤梨酥 啊 加得了 对 在我们公司附近 那个排到那个转弯 还要转好几个弯 会影响交通的 所以呢 其实在那边 除了那个部分之外 绝大部分是办公人潮 那我在往后延伸呢 其实可以到民生社区 所以在这边呢 比较看到明显的呢 是住宅跟商办的行情呢 会有明显的提升 那在南京三明 在去年是71万6 到今年有79万 也要八字头 将近八字头咯 跟各位透露 南京三明站的 这个捷运站楼上 对对对 有这个捷运购购宅 是啊 叫藏富 在今年初已经闻到这个 我有看到那一栋 松山会通车的 这样的效益 所以已经站上了104的 光标售就104的大关了 所以呢 天啊 其实大家对于 这样子的一个 松山线通车 都可以很明显感受到 虽然这不是最精华的一个住宅地段 但是呢 从去年到今年 也有一成的涨幅 对 好可怕哦 最后一个点 最后一个点呢 是松山站 松山站呢 它的利多仍然是持续的 虽然通车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 那从六四头站上七四头 涨了大概百分之七点二 快一成 但是 它的利多还没有完 刚刚提到就是说 它本身呢 就带有非常多的一个商圈的概念 对 有这个饶河街夜市啦 还有五分埔啦 但除此之外 还正在继续的是 我猜 松山车站 没错 松山车站这个 变好漂亮 要盖着这样子的一个 两栋大楼呢 包括有商务旅馆啦 对 还有包括商场啦 都在待现在 还有商办啦 有办公室人潮 有商班族 未来也有观光客 那未来的商务 是仍然持续的 没错 所以在松山站呢 虽然它目前看到 是相对 我们刚刚讲 七字头八字头九字头呢 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准 但是呢 未来还有很多的一个 补涨的空间 哇 感谢续兰了 他真了解 这条线我们帮您走过了 房地产啊 就这样子 根本就没有感受到 那个打房的压力 对不对 涨幅还有一层到两层呢 与您做分享 不过现在 我知道您最想知道的是 孟汉去哪里吃呢 吃的话呢 当然来讲的话 你看从这个 你去买相机啊 买相机的话 你就可以到北门那边的话 就正记 这个猪脚饭可以吃啊 北门那边 对对对对 然后呢 包含到说在中山站那边的话 有一封糖拉面 这个是 就是说有炸鸡啊 这样子的一个拉面 算是比较属于新式的那种拉面 那再来的部分的话呢 你看到还有报道说 都教授韩式炸鸡 这个是随着现在的韩风 对 名字还叫都教授 米朗奇的这个咖啡馆 那是很多女生最爱吃的 米朗奇 你都要抽号码牌的 要等至少一个小时才进得去的 天啊 它是哪里好吃啊 草莓松饼啊 很香 松饼 不过那个巷弄里 其实还有很多的 这个好吃的餐厅啊 所以齐芬姐 你也吃过这一家就对了 有啊有啊 那附近他又排队 以前他跟人家去排队 那边还有一家蛮有名的 我觉得园丁咖喱也不错 那边有一家叫园丁咖喱也不错 再往下走的部分的话呢 来看一下这个松江南京的部分的话 包含到说像这个弥生轩啊 他的最拿手的就是 这个照照汉堡的定食啊 还有包含到说这个牛义馆的太极面啊 另外的部分的话 看到这个南京复兴的部分的话呢 有这个沁城 海南鸡肉饭 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名气啦 然后另外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看到这个还有 在小巨蛋附近的话呢 有这个像巧味亭嘛 还有那个伟大的鸡排 听起来像很伟大的鸡排 这个在我家附近 这个还蛮有名的啦 巧味亭是在中人市场里面 也是一个还蛮有名的平价的一个比较偏 有一点台式也有日式的感觉的料理啦 其实这边台北小巨蛋附近的话 说实在有 因为接近很多中人市场这一块 那边有一些小店家还不错啦 OK 松山就走到饶河街夜市 是的 松山就到饶河街夜市嘛 那其实来讲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地方 我觉得怎么没有标出来 古庭啊 古庭 古庭来讲的话是一个 也算是很古老的一个 他的这个地理位置的部分啦 孤岭街少爷就在 对 少年在古庭拍的嘛 对不好意思 我那边有开一家咖啡厅啦 所以呢 如果呢 想去那边喝咖啡的话 可以找孟涵老师 你要优待我们哦 没问题 打个五折 还有亲手的 那个拉花 拉花 对 我们要走到饶河街夜市 这个夜市建成代一下好不好 很多都很有名哦 胡椒饼啊 对 里面当然最有 最常排队 排最常的应该就胡椒饼 比较靠近这个庙那边 对对 慈惠宫 慈惠宫那边 另外呢 要顿排骨有好几家啦 慈又宫 对 松山的部分的话 最有名就是陈董 还有很多什么鱿鱼大王 其实整个饶河街夜市来看的话 有名气的东西还蛮多 他其实陈董街夜市最近有一个新的摊位 如果你晚上去逛过会发现 有时候胡椒饼排的人潮还没有他多 在哪知道吗 这里走进去 有没有画面上看到 胡椒饼的旁边有一个日本人 年轻的哦 他在卖烤饼 日式烤饼排了两三圈 而且烤完就这样一盘边拿边吃 好啦 超级好吃 反正我不是广告 因为好多人排队 胡椒饼排完 然后排那个 光排那个烤饼啊 你大概都要一点钟以上 一个钟头以上 那其他大概有人都吃过了哦 总之哦 这个松山界的美食 跟大家做一下分享 说到了好东西与您分享 如果您礼拜六礼拜天想去做一做的话 记住哦 您拿了捷运卡 又有卡了 去做捷运 又有卡搭乘西门到松山站 不用钱 免费一个月哦 所以好康 好料 好房地产 大家一块分享咯 掌握到松山线的开通 大喜事 但是呢下个礼拜的台北股市 有喜事吗 关盘重点 选哥 好选举前后呢 它的支撑在年线 8915到月线8866 这个区间你就站在买房 那压力呢 在季线9056 跟半年线9179 这个区间 就是说因为不确定因素比较多 你只要把握这个基本原则 那在成交量方面 放量可供 无量就盘整 就放量可供就要冲 它就一定要有量出来 那真正的转折点 出现在选前那一周 就是21周的变盘 选后的第二天 是34天的转折 如果说是高或低 你就把握这两个时间的转折 那布局呢 领先落底的起涨股 领先落底的 为什么 选前你要布局 一定是领先的你才要布局 落后的选后再来 那代表性的 就比较可留意的指标股 第一类就平概股 我们提过了鸿海 滑通 这机器比较低 第二呢 灰平股 就是鸿达电 第三呢 能源概念股 就太阳能 跟大家做点掌握了 别忘了业绩 也是得要观察的 说到国际的变数 今天晚上还有什么样重要事情 油价还会再重挫吗 锁定待会儿的夜线新闻 今晚上谢谢收看